确诊或疑似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病例将被送到国家传染病中心接受隔离和治疗 卫生部也会全面追踪密切接触者 当局将采取不同的医疗程序来应付德尔塔和奥密克戎毒株 政府跨部门抗疫工作小组说 在对奥密克戎毒株有更深层的了解之前 我国的防疫策略将按照两大原则推行 我们需要两套的医护程序 一套对付我们所认识的德尔塔 第二套是应付这个未知数的奥密克戎 第一套是要共存 第二套是要控制 第二个原则就是尽量给我们争取更多的时间 最少几个星期甚至两个月 去了解这个奥密克戎毒 奥密克戎毒株的确诊或可疑病例 必须经过更严格的医护程序 这些病例将被送入国家传染病中心隔离 他们不能居家康复 当局也会优先为他们进行病毒基因排序分析 来确定他们是否感染奥密克戎毒株 卫生部也会全面追踪他们的密切接触者 密切接触者需在政府隔离设施隔离10天 并在隔离第一天和最后一天 接受聚和名链式反应检测 卫生部长王以康说 我国将优先让入境旅客使用美国医疗公司 塞莫菲什尔工艺的一款聚合酶炼反应检测仪 因为这款检测仪能检测出病患是否感染 奥密克戎毒株 尽管检测结果不一定准确无误 但一旦测出患者感染奥密克戎毒株 当局就能更迅速采取行动将病患隔离 跨部门抗疫工作小组强调 采取多层防御措施 保障国人性命和生计是我国一直以来采取的防疫策略 它会有很厉害的平衡 相关于生命和生命和生命的灵状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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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